我今天就来拍一个我怀孕期间的身体保养品 因为这个已经说了很久了 我也一直就没有去拍 首先我说一下就是沐浴露吧 沐浴露我是主要是用宝宝沐浴露 就从我怀孕到现在为止 我都是一直都在用小孩子的宝宝的那种沐浴露来洗澡 我到时候会写文章 你可以看文章里面 就那个空瓶我已经丢掉了 但是你们到时候可以看文章 文章里面会有图片 它是The Honest Company出的 它是Honest Shampoo and Body Wash 味道是Sweet Orange Vanilla 这一个味道我觉得真的挺好闻 洗上去就甜甜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泡沫我觉得刚刚好 就是给小孩子用的东西一般都是无类配方 就是那个T3的配方 所以就我是相当于就是给我的小朋友提前用了 好用的话到时候再给他多录一点 就是这样子 当然了之后我还会 估计那个应该要等我生完小孩了 就是我会录一个视频 介绍我帮小孩子买的那些所有的东西 洗发水的话我是没有 我一开始我也有用就是这个二合一的直接来洗头发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发质比较硬 所以效果不太好 所以我都后来我就就没有再用了 我都是用回那一个就是紫色瓶装 我之前有写过文章的那一个洗发水 就是擦身体用的那些保养品 很多都是怎么来说呢 虽然说是介绍这些保养品 但是主要是一个跟空瓶剂差不多吧 因为我很多已经空瓶了 有些又舍不得丢我 因为我还没有给你们录视频嘛 这个Renic Cream呢 它上面就写啊 就说医生也会推荐敏感皮肤都可以用 其实这个我七月份就开始有在用 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怀孕 来到加州我觉得加州很干 所以我加上我皮肤比较容易敏感 干燥的话会造成我敏感的另外一个原因 所以呢我就当时我就入了这一个 7月份用的时候刚好那时候好像大热天吧 我就觉得油腻腻我就一直放着没用 直到10月份 就是入秋我之后就一直在用 一磅的分量我大概可以两个月 我就自己一个人就用完 如果你皮肤不是说特别干特别干干到已经完全是沙漠肌的话 我不建议你热天用这一款 因为很油真的 而且我只有在晚上在涂 除此以外 有小朋友他长什么 长湿疹 又或者是皮肤容易过敏的情况呢 都可以用这一款 它的质地是很稠很稠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盖子可以拧的 瓶子还那么重 我已经用空瓶嘛 然后瓶子还那么重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它里面拧开里面还会有 这里面还有一点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就白色的膏体 你单插这一款就会觉得很难推开 但是你有点油类的话就比较好推 所以Belly的Stretch Mark Protection 就是润成纹油 我本来是想入那个叫什么 百乐油还是叫什么 Oil Oil的那一个 我发现那个好像不好用 我就没有入 我就直接买了这个Belly的 它这个是 它这个品牌是美国得到FDA认证 就是他们家的产品都是针对孕妇而出的 我当时入了两套 两套 一套是洗面奶的 就是护肤的 另外一套就是身体的 护肤那一套就是有洗面奶 有一个痘痘的那种精华吧 反正我这两侧筛 帮子这里我都长满了很多痘痘 所以我当时我就入了两套 另外一套就是这个身体的 就有一个油 另外有一个霜 我本来以为那个霜是 润成纹霜 就是去润成纹 或者预防润成纹那种霜 但是结果它不是 它只是普通的身体霜 我就把那个霜一起用嘛 然后用完那个霜之后 这个油跟这个Venic Cream合在一起用 就是挤这个 然后把这个油混在一起 这样会更加容易的把这个霜给推开 而且推得比较均匀 比较好吸收那种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 它不是清爽的 不是说你涂完 你再摸上去皮肤 你完全是没有油的感觉 它不是 它就是油腻腻的 会被吸收掉的 但它不是说你摸上去就很清爽那种感觉 它会还是有一层油膜 在你的皮肤上面 我觉得晚上来说是真的 OK吧 它里面含有维生素E 还有一个薰衣草的精油在里面 味道挺好闻 我挺喜欢的 就是闻上去 没有那种人工的味道 而且就 就你涂完你身体会觉得很舒缓的那种感觉 Noodle M4 这个牌子有听过吗 就是他们家的东西是属于偏高档一点的 就是也是润成纹油 然后另外一个是润成纹霜 它是一起的 但是它的分量只有90克 真的很小 很小一个 一个礼拜吧 我的用量就是大概一周已经就没了 就很小一个 这个就是润成纹霜 油它不是说可以帮助你消除掉润成纹 很简单 像我大腿就是一个纹就出来了 就其实是你 就是皮下的那些细胞的生长速度跟不上 你就是你发胖的速度或者你长高的速度 从而它那中间就是细胞之间的纤维给拉断了 如果你已经有橘皮组织或者是有类似润成纹 那样就一条条银白色的那种线的话 这个是不能去除掉 预防的话我是觉得是有效的 就是这是他们家的那个预防润成纹的油 而且这一个品牌它是做有机的 是SDA认证的吧 反正这品牌不是美国出的 这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品牌 然后它的味道我觉得挺好闻 尤其这个油它有一股花生味 112毫升 这个是118毫升 你看 但这个里面应该是真空的那种瓶子 也拧不开了 反正就不能给你们看 这一个呢 它就是软包装的 你可以就自己挤 用力挤这样 这个就带一个 这个就带一个泵头的 我觉得买油 买润成纹油已经很够了 然后 这种霜 其实你没有必要买 你可以直接润成纹油搭配 身体霜就已经OK了 你会不会长润成纹 这件事 如果我的妇产科医生 他跟我说是跟基因没有关系 但是跟什么有关 跟孕妇的体重的增加有关 如果你本来很瘦 你突然一个整个孕层 你长了四五十斤的话 那你很大几率你会长润成纹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 你细胞的生长速度跟不上 你就是身体的那个拉 就是那个皮的拉伸的速度 所以它就很容易会长润成纹 我要想着说 润成纹霜可以解决一切 我觉得不一定要买润成纹油 你可以买润肤油 就是身体油都可以 但是必须要成分是孕妇可以用的 为什么要说油就可以呢 因为油可以增加你细胞 与细胞之间的那个弹性 防止细胞之间水分油分不够 就是会怎么说你水分油分够的话 你就它就可以有一个弹性了 如果你水分油分不够的情况下 它一拉 它只能拉那么长的话 你肚子会大的嘛 然后再拉长 它的那个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纤维断掉 那就是会长润成纹了 道理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空瓶了 然后这一个也快空瓶了 英国牌子的Mama Mew 也是润成纹油 就预防认成纹用的 就牌子是Mama Mew 这一个我会之后做反馈 这个因为还没用完 我这个到时候会直接写博文 我就不录视频了 就写博文告诉你们使用该如何 一般单单的身体霜是它的油含量不够 那就不能就是保证你皮肤在细胞 在足够的油分下去拉伸 就很难说你涂了就一定不会长润成纹 这件事 但是真的说老师体重要控制好 真的不能重太多太多了 就不要说我怀孕了我就放纵自己去吃很多很多 这里是一起这样的 然后我先用了一个小的 大概用了一个月吧就没有了 这个大的是它的两个那么大 相比来说我觉得这一个比这个好用 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因为它太油腻了 这一个的话它就刚刚好 但是我也是配合油 我当时是这样配油用 还有这样配油 因为这一个真的很耐用 一个可以用大概 你把运气划分为三个等分 它就是可以用第一阶段 然后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我的油就是大概是这样分 就是我整个运气就大概用三瓶身体油就差不多了 但是身体霜我真的差了很多很多 因为毕竟我还没怀孕之前 我也是用很多身体霜 然后这一个膏体它会 没有这一个丑 但是它的保湿效果还是很好的 而且我真的是他们家的忠实粉丝吧 上到洗面来 下到身体霜我都在用 没有什么化学成分在里面 而且用起来比较安心的一个牌子 其他我都不多说了 反正我就觉得挺好的 现在我在用这一个 因为现在开始天气有点热了 我就觉得cream会太厚了 所以我就直接入了他们家的lotion 现在这个我在用 我是4月21号才开始开的 然后现在已经用了这么多了 这个大概也是估计 可能给我用一个半月左右牌子 就是citafil他家的牌子 就性价比很高啊 便宜又大贯 而且就是它没有太多的 就是没有太多的功能 它只是单纯的保湿 还有稳定你皮肤的状态 就是很简单的一些成分 这个手霜就是那crab tree的那一个牌子 我就觉得很好用 但是你们真的要买 我会比较推荐就是用这个 棕色的这一款叫做 我会比较推荐gardeners这一款 因为它很好吸收 也不会说单纯的 只是浮在表面有而已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它会很容易被吸收掉 但是同时它的保湿效果 也真的很好 而且味道也是我真的很喜欢 比较单调的一些草木味吧 那个擦头发的那个 摩洛哥油的那个牌子吧 我就觉得 嗯 它的味道很好闻 香薰的味道 它不是假香 也不是那种人工香 就是反正就很天然的那种 香薰的味道 就很 让你感觉很舒服 这个是送的 我估计我会考虑入症状 这个 我觉得挺好用的 是jo malone的 我上次买香水送的 味道来说 我觉得很甜 但是它的持香效果很好 比它的香水要好 让你擦了 你第二天 你还可以闻到这个味道 呃 而且尤其是你的睡衣 沾到嘛 就是贴到皮肤上面 它的那个味道真的保持的很久 呃 保湿效果我觉得还OK 呃 相反 这一个保湿效果 如果冬天用的话 我不太推荐 因为它没有很好的保湿 呃 但是像现在这种季节 或者夏天用的话 就清爽型的 我觉得挺好 呃 这一个就有点油腻吧 就是 就是 但是它也不是很油的那种 呃 我觉得秋冬用就差不多了 Lemir 这款Body Cream 这个是 呃 我买Lemir的时候 贵姐送的 就是那种小样了 然后我个人觉得 嗯 味道很好闻 我很喜欢 就是那种很轻的味道 但是呢 呃 我不会入症状 因为真的太贵了 我不建议冬天用 除非你是皮肤没有说很干的人 因为这款冬天用是真的不够滋润 呃 但是你用完之后你会发现真的皮肤挺滑的 挺 挺 就是那种手感挺好的 所以 喜欢的妹子也可以去多做一下功课 我就觉得 这个手霜 也没有让我觉得很惊喜 但是我看到很多博主都推荐说什么 这个手霜涂上去 你 就是那些 有纹的地方呢 就 手很干的人 很快就被滋润到 而且脱皮了的话就 也会很容易就是被修复 呃 可能就 很干 还有脱皮 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有 所以用起来也觉得还ok 真的很需要的时候我试试看 如果ok我会考虑入他们家的症状的那个手霜 呃 Karen's家的那个大红瓶 它是挤出来是粉红色的膏体 它挤出来就是粉红色的膏体 然后流动性还挺大的 你看 呃 味道就有点香啊 就味道还挺香的 嗯 怎么说呢 说有没有瘦腿嘛 因为我中间停了那么久没有用 呃 但是总的来说我是觉得 呃 还不错用起来的那个感觉 因为它这样擦它很快会被吸收掉 呃 不会说还黏在上面有腻腻的那种感觉 涂上去会有很清凉 就凉凉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冬天我没有再用 我都是这段时间翻出来用的 很很保湿 就是你用完你的手 是湿溜溜的那种感觉 就很保湿 嗯 据说它有美白功效 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吧 如果OK的话我还会再回购 因为其实也挺划算吧 400毫升这样子 Crab tree的那一个 呃 磨砂 我这个是去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才入的 这个是手部磨砂 呃 是那一个什么味道 是这个味道 就是那个什么喷泉 什么活泉水的那个味道 呃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而且一个可以用很久 就比较常做家务 所以我的指指圆这些地方有时候很容易长到刺 或者很容易有干皮有死皮的情况下 我就会用它 然后在你干手的情况下你去涂 就是磨砂这样干磨 磨完之后你再用水轻轻沾一点 然后再去这样慢慢推开 这样再去磨 呃 我觉得用完之后 你的手真的皮肤是亮了很多 总体你用完你的皮肤有保湿 而且就是会感觉很滑很嫩的那种感觉 呃 一周一周用一到两次这样子吧 看情况 好了 今天这个 我的怀孕 呃 身体保养品 讲的都差不多讲完了 呃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呃 请给我点赞 然后 呃 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们就可以第一时间 直到我发了 呃 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想 呃 知道的 或者想看什么 类型的主题的视频的话 你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呃 到时候在视频下方 的那个information box里面 我还会有 呃 这个文章的 的链接在里面 你们也可以点进去看 嗯 希望你们今天会喜欢这个视频了 呃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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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